我一起 再过去 他好凶哦 你们看一看 你刺激老鹰啊 坏东西 香槟娘娘吉祥 香槟娘娘吉祥 快来快来快来 我这儿有个坏东西 好玩得不得了 是一个会说话 还会骂人的鹦鹉呢 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怎么了 脸色这么坏 刚刚我们大闹玉花园的时候 每个人都出来看热闹 就是没见到你 最近怎么了 这几天你都怪怪的 我决定了 实行你们那个大计划 好 等一等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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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你们在外面好好守着 有人来马上通报 驾 好 现在跟你说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再不离开这个皇宫 我只有两个下场 一个是死 一个是疯 我想来想去 孟丹说得对 我不应该完全被动 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应该起来奋斗 去创造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突然做这样的决定 我告诉你们 我闯了大祸 我刺杀了皇上 我刺杀了皇上 这 就在那天晚上 我们在这儿喝酒唱歌 等我回去的时候 皇上在保育楼等我 他说了很多感性的话 他助我不放 我一着急 就刺了他一刀 怪不得 刚刚皇阿玛的手腕吊着 原来是你刺伤的 可是 这几天他都没有怎么样啊 他叫我不要说 对你们任何人都不要说 他也没有京东任何人 每天都说我帮他换药 可是 今天刚刚开始换药 老佛爷就来了 皇上对他说 是花瓶碎片割刀的 可是老佛爷一脸 不相信的样子 我想 我这一次真的完了 先不要慌 我们马上计划 怎么把韩翔送出去 现在是不能耽误了 如果老佛爷知道了真相 韩翔就是死路一条 听我说 我们恐怕等不到老佛爷过寿 这事得说半就半 可是韩翔身上这股香味怎么办呢 别忘了 他们以前私奔了七次都跑不掉 现在华阿玛的追兵 不会比阿里河卓的追兵弱 管他那儿 哭不得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用花瓣枣 来分散他们注意力 那怎么成呢 把全世界的蜜蜂都引来了 不是更加引人注意吗 那又怎么样呢 引人注意的是假韩翔 又不是真韩翔 蝴蝶跟蜜蜂 可以分辨得出 我们和韩翔的味道不同 可是那些追兵 根本就分不清楚啊 北京的狗跟回家的狗也不一样 又没经过训练 他们怎么能够分辨得出 我们跟韩翔的味道不同呢 到时候肯定是满层乱追一起 你们知道吗 小燕子说得有道理 那么我们上次的花瓣还有用 明天我再去多采一些花瓣来 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来缝一些套子 在眼睛的地方挖上两个洞 到时候套在头上 他再蒙着头跑 就不容易被钉得满头包了 那满街都是蒙着脸的人在跑 不是更引人注意吗 放心 跑的时候我会顾很多马车 大家都在马车里 无论如何 马车比人跑得快得多 也不必洗花瓣子 每个人身上带一包花瓣就行了 连尔康 永齐 柳青柳红身上都可以带啊